不堪月租80万 台北首家金矿咖啡导店 知名年锁店金矿咖啡 在台北第一家的中宵店 因为不堪月租80万元 本月中竟然瞧瞧熄灯 现在门外挂上金店面出租布条 店外的黄光logo人未拆下 店内装潢都已打掉 只剩几件烤炉及冷冻设备 铁卷门另贴上租约到齐公告 请顾客改到邻近门市捧场 其实业者一日早已在官网公告收店 有民众也觉得可惜 蛮可惜的 偶尔口味还不错 应该是这里的店出太贵了 价格也是中等 金矿咖啡为高雄起家 母公司为灿昆 提供评价咖啡 面包 蛋糕 生意好到从高雄一路展店到北部与中部 全台店数最多高达71家 但据观光前市现在仅剩43家 金矿前年才平业起下21家门市 但当职业者解释是进行阶段性调整 并非歇业 现在收掉的中宵店为13年前进驻 三角店面位在中宵东路五段与永期路上 过天前的周三平日依旧有许多人潮经过 旁边整条街平常聚集相当多的餐饮人口 已经被黑咖啡55元计算 每月至少去卖1.45万杯 相当每天要卖到500杯 才购付80万的房租 商众分析西店原因 主可能是租约到期 那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竞争 像目前市场上最夯的咖啡店锁店是路易莎 竞争之下它业绩有掉 这个应该也是会有绝大的关系 金矿中宵店附近 确实就有两家路易莎 众多咖啡店竞争之下 13年的店面说收就收 也让网友在脸书上抠文表示不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